前天 中国公布从11月30号起 大家看注意这个顺序 对9个国家实施了新的单方面免签 这里面说到 广德利亚 罗伯尼亚 马尔卡 可罗迪亚 黑山 北马其顿 爱沙尼亚 拉脱贝亚 8个都说完了 最后一个跑出一个 日本对普通护照人员实施单方面的免签政策 那中国这是历史上没 你等于有点不对等 外交讲究对等 否则就是丧权入国 过去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给人家单方面免签有多少国家了 到现在已经有38个国家了 真获得出去 最纠结的前一阵是上一轮给韩国人演了 那为了给日本免签用的这些花巧 前面都什么马尔卡 黑山 马其顿 说白了吧 就这些国家本来也不大 这里开放免签 人家没几个人到中国来 因为人家不是特别多 最后他突然蹦出一个日本 他把它埋到了最后 那个纠结的情绪越然直上 小心思特别明显 不情愿的那个劲 那说到中国单方面给日本免签了 日本政府啥态度表示 欢迎中国政府努力改善对日关系 现在中国的大的战略 这边拉欧盟 那边拉日本 那边拉韩国 这边还得拉澳大利亚 拉新西兰等等的另外组群 从现在看中国对日本 包括这些西方国家 系列性的免签政策 可以说是一个政策的急转来 转得越急 那种无奈 这个确实是单方面免签 这不好说 这个不好听 我要赢什么世界第二 我大国 最后干出这种事来 这面子上不好看 要多难看 就说明着经济有多差 就这么简单 之所以这么做 只希望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企业和投资 能不能留下来 尽量不要走 另外那些游客什么的 差不多能来就来 都到中国来消费来 都交朋友了 那你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那当初这些人为什么不来了 原来每年2019年之前 那人哗哗的来 那为什么现在不来了 包括现在这种经济的 惨淡的景象 那你说这都是什么造成的 这都是谁造成的